我喜欢放些汁 开锅 就可以了 放些芹菜叶 点缀一下 没什么 可以吃的 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红烧梅头肉 冬天最好做些煲仔菜 红烧也可以做到像煲仔菜 这里有两个煤头肉 我当然不是弄完 这一块是煤头的第一刀 这一块是煤头的第二刀 我今天经过冬肉店 刚刚加了货 加了很多货 正好 我看到就买了两块 16.81磅 16.81磅 这一块就是磅多 20.07磅 在它的荡厚 加货后 它是有 美好的是只有几块 煤头肉通常是一块很厚的肥肉 你起了肥肉之后 这里有些纹 这些也是 小小的肉眼 用油脂分隔开 一个个肉眼 小小的 一大块一大块 就已经切到很厚了 这些肉很好 可以炆 可以炆 可以剁肉饼 可以做饺子 做包点 全部都软软糯糯 挺好的 广州人和佛山人 都叫它银哥嘴 现在软软地 可以切开一块一块 这些是它回来自己包装的 它原丝包装 这块就是原丝包装 用剁刀 这里有一只洋葱 用来垫底 现在先放下 它的煎位是没有平整的 因为它没有切过 先切开它 先浸一浸水 因为它毕竟是急冻的肉 一分半厚 将它 切开 这一块已经可以了 很散的 我们不要太厚 这一块 冰了它 没有 切开之后 可以放下浸水 清洗后才浸 用清水浸 可以放鹤盐浸 也可以 用淡盐水 没什么所谓 其实这个东西 放了盐 它就解冻得快些 这些 这些鱼桃肉 我浸了半个小时 浸一小时 浸出血水 将它渣渣水 好 胡椒粉 如果有肉桂粉 最好也放些 五香粉 这些是杂碎的片糖 就是说 小辣酱 大巴 就是大马亚 一大匙匙 洒道 全部熟 刀一河 分开 thumbna 现在已经有点香 那些鱼 这是很香的 吸收所有的水份和醬料 放入另一个碟 放入冰箱中 醃3小时以上 这样才可以煮 放入冰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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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洋葱切成一头一尾 葱葱水 这天气是光酥的 洋葱的脆 剥完后 把洋葱切成 很简单 这样切成 定切深一点 集光不切切 它最容易散 烧热 炒一下洋葱 炒一下洋葱 炒到洋葱 全身 炒出焦糖 炒出差不多十分钟 放少许鹽花 放少许鹽花 煮入少许鹽花 放少许鹽味 煮入少许鹽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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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也不用放 就好 很甜 很香 炒成 倒入锅中 垫底 烧一个锅 锅后放点油 很简单 把它放进去煎 煎一下就煎进去 两面都轻轻煎 不用煎那么厉害 因为有些油腌很容易焦 不要太大放 两面就这样煎一下就可以了 加点水 甚至说我不煎了 其实都可以的 不要紧要 八九成的 分小一点 煎了15分钟 我们要看一看 把锅收光了 放开锅 这个时候可以试一下它的味 看是否适合自己 如果不适合的话 你会适当调一下豉油 或者白糖之类 加点放进去 再继续煮一下 再继续煮一下 这次收汁之后就可以了 大概可能煮5分钟左右 再次开锅 收好水 关火就可以了 20分鐘 又继续煮五分钟 可以煮为 可以把叉烧吃, 但跟叉烧味有点不一样 因为酱料有点不一样 好了, 切好了, 还不可以, 把锅烧滚 剩下这些汁, 沸点滚水 ends进冬天, 它er dessus, 没有太多汁 numerous汁泡, 不过要小 多少汁Inquela湖! 开大火, 煮灵yl said 冬天很飞 小冬 Nam 煮好、有56点 火烧着有声韵吹啰啰嗰 主 rigid diet, 不过狹 owner 烧到烤ligen就烤好 那就淀粉弱 step 继续看固 self 我喜欢放些汁液 盖一盖盖 盖太久也不好 你能够保持这餐饭 吃到完都不会冻的就可以了 盖一盖盖 放少许芹菜叶 点缀一下 用梅桃肉尝一下 很漂亮 梅桃肉一般都不搽 很漂亮 它和叉烧的味道有点不同 淋滑得来 很好吃 看洋葱 洋葱也是很棒 洋葱煮这么久 它仍然有爽口 很甜很好吃 又香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有兴趣的朋友不妨去试一下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顺便点个赞 多谢大家 拜拜